Yook 社长梁炫熙正式发表其下一年计划,有关于big fun,winner动向。 Yook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是韩国最大的娱乐经纪公司之一,也是韩国拥有最多hip hop歌手的娱乐公司,是韩国著名的上市娱乐公司。 上市日期,2011年11月23日,由已解散的90年代当红团体徐太志,和孩子们团圆之一的梁炫熙于1996年所创立。 成立至今,公司培养出big fun,RM11,Winner,Icon,Blackpink,刘仁娜等众多知名的歌手及演员,同时也陆续加入了一些已经出道几年的歌手,就如Sy,Tablo,Epic High,以及从KPOP Star。 中优胜的选手,如李夏宜,乐童音乐家,李盛勋等,好多都成回忆了。 Yuk Entertainment 是韩国专注于R和B和hip Hop音乐最具代表性的娱乐经纪公司。 在Yuk Entertainment成立之前,hip hop音乐在韩国并不是十分流行。 Yuk Entertainment之所以专注于Tik Hop市场,也正是因为杨仙说,当年徐太志与孩子们可以称为韩国Tik Hop风的开山B组。 Yuk Entertainment 这个组合的出现使得hip hop音乐文化迅速深入韩国。 Yuk Entertainment 社长梁炫熙于本月25日发布通稿掌文,针对目前正在服役的Big Bang的等级下一人安排做出了回应。 Yuk Entertainment 下面我们来看部分拽选。 Yuk Entertainment 问,Big Bang 的大部分成员已经服役,身为Yuk的领袖是否存在很多困扰的问题。 Yuk Entertainment 问,Big Bang 的大部分成员已经服役,身为Yuk的领袖是否存在很多困扰的问题。 答,除了目前还没有服役的胜利之外,剩下的四个人明年年末差不多就能退役,BigFung的空白期应该不算太长,BigFung是2006年8月出道的,今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在BigFung出道当时,我曾多次表明想要打造一个十年组合的愿望,结果就像是BigFung的谎言一般。 原本期望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BigFung仿佛已经成长为了巨山,老实讲舞蹈组合能够维持十年的时间是很少见的,像BigFung这样每年有所成长,还能收获超人气的组合放眼全世界都很罕见,要说有什么心愿,我只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许多后辈团体的好的示范,能够长长久久的陪伴粉丝们。 2. 问,今年年初打响与第一炮的Icon和Winner反响不错,今年他们是否还有出新歌的计划? 3. 打响与第一炮,身为制作人,在面对旗下歌手时最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生长版是否打开,索性这两个组合都是兼具作词作曲能力的一人型组合。 3. 今年发布的正规专辑完成度也很高,可以说他们的生长版是完全开启的状态。 3. 最近虽然一场忙碌,但两个组合也依然满不停蹄的在投入到新歌的工作中,今年下半年应该能带来他们的好消息。 3. 问,BLACKPINK到底什么时候出新歌? 答,作为唯一的女团BLACKPINK的空白期有点太长了,出道之后一直以发单去的形式在活动,粉丝也觉得很可惜,预计这次BLACKPINK会在6月15日发表首张迷你专辑,从6月开始一直到年末,预计都会有发新歌的计划,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继5月25日发掌文通稿后,预计代表梁选希于26日再次发表了有关旗下艺人的计划,其中主要包括Big Bang胜利的Solo,成立舞蹈学院,组建嘻哈团队以及音日元的Solo专辑等,部分内容如下。 1. 问,今年下半年YOOC有什么推新人的计划吗? 2. 答,由于考虑到今年Big Bang的入伍,Sai等一系列的变化,知鸟书和YOOC前段时间的正式和平解约,我原本打算今年推的新人会推迟到明年,预计会集中精力在ICON, WINNER以及BLACKPINK的活动上。 2. 问,有关胜利Solo专辑的消息? 2. 答,预计会在7月初推出Solo的正规一集,胜利此前曾在2011年和2013年Solo过两回迷迷专辑,这次是出道以来的首张正规专辑,也算是回为5年的Solo。 2. 另外胜利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也会在8月份在首尔开启。 3. 胜利的正规专辑之所以会比预想的要快,是因为胜利本人爆棚的能量,她每天都会给我发好多条信息确认,对于没法用胳膊,躺在病床上的我而言,最难应付的事就是回复胜利的消息。 3. 百分之八十的玩笑正百分之二十的真心。 3. 今年9月末会通过网飞推出讲述Yook内部趣闻的Yook战略资料时,到时候也请期待主演胜利的耀眼的综艺感。 3. 看来BigFung几位成员的入伍侧面上给胜利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啊,胜利得到了社长更多的重视。 3. 问,说说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新计划吧? 4. 答,预计我会在下半年开始几项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重要工作,这里先简单说两点。 1. 我正在构思组建一个能够延续Yook家族风格的新一代Yook嘻哈团队。 1. 我打算在Yook歌手中,以Winner、Icon等实际上私下交信匪浅的同龄人为主,挑选实力不足的少数精英成员组建团队,同时也会打造一档组建过程的节目,目前已经构思了在年内推出新歌的事宜。 2. 新的嘻哈团队的长处在于,他们可以进行展示此前在组合内很难推出的嘻哈风格音乐,也可以毫无压力地进行展示嘻哈solo单曲。 2. 预计会在8月成立Yook的全新子公司YGX。 YGX主要负责三大项业务。 1. 第一项业务是承接之前Fire Round公司的业务,并负责挖掘新人等各项娱乐工作。 2. 第二项业务是运营Yook首次创办的舞蹈学院,在这里可能会遇到不少此前表现出色但没有入选Yook的人,学院看中的人才也会有机会招入Yook。 另外出艺人志愿生之外普通的素人,也可以当作兴趣爱好来参加舞蹈学院。 这里有Yook编舞老师和舞者亲自授课指导,大家可以与Yook歌手在相同环境下亲临体验。 第三项业务就是合并胜利此前经营的DJ公司NHR。 最后很抱歉未能提及Yook的老门水晶男孩,李霞怡以及乐同音乐家李秀贤的动向,我也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一直在努力。 当初签下水晶男孩时,我最想尝试的事情之一就是制作音志愿的嘻哈solo专辑。 因为有一定的自信在我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而水晶男孩的成功付出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目前这还只是希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 Yook今年大事件不少,因为节目收视低迷也赔了不少钱,更有几位大将离开另谋发展。 希望下半年Yook能更加顺利吧!大家喜欢关注点赞哦!